休閒 休閒的時候可以怎麼樣放鬆呢 在哪裡 其實除了開車兜風之外 現在大家想要來一些水上活動 真的也比往方便 而且刺激許多 向北台灣的滋龍河 就因為臨近市區 再加上額面的波浪 怎麼樣都比海上不穩 因此在政府開放限制之後 想要玩水的人 不再只能坐漁船下水 可以好好掏一艘適合的遊艇 要舒服的看看岸邊風景 或是大伙一起來找刺激 真的都很簡單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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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了 他們覺得不夠刺激耶 什麼不夠刺激耶 太平穩了 真的假的 要照顧自己的啦 快點 好快 我覺得要救救命了 除了這種類似的超跑 強調速度感的遊艇之外 這一艘應該沒有這麼恐怖了吧 放心啦 這艘很安穩的 真的嗎 很多人嚮往的海上生活 是應該輕輕鬆鬆 要捷運賽很多了 應該也要方便一定要 對 離開陸地的感覺如何 雖然依舊是艷陽高照 但是清涼的水氣 會讓人覺得非常舒服 謝謝 乾杯 乾杯 至於要是不想走的 想要好好拍幾張照片 像在基隆河 有的時候呢 會看到這樣的停車位 神奇榜 愛怎麼樣休息 就怎麼樣休息 好舒服喔 怎麼樣兩位 今天舒服嗎 這邊好舒服耶 還有雨耶 對…我們現在在這邊 你可以停一下 來 裡面請 凱蒂 你怎麼先到了 好累喔 一個瓦斯爐屋 再加上簡單的鍋具 兩三下美食就能端上桌囉 好 等一下 怎麼了 我有事情 可能要趕快先回去一下 這邊的話回去要多久啊 真的假的 沒問題 五分鐘我們就上岸了 這麼快喔 對 因為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在基隆河下 都是深入在台北的都市裡面 我們要回去碼頭 很快 隨時要走都可以走 好 那我們可以先回去 對… 的確 湯匯區的水上活動 最大的優點就是交通方便 而且對於新手來說 同樣也是練習的好之處 隨時 隨時注意深度 32尺的遊艇這種優點呢 其實就是它載客人數 可以10到12人 它舒適度夠 然後裡面附有船艙 其實你就要停到各個港口的 尤其碼頭 其實你也可以在船上睡覺 然後休息 想不想來一點不一樣的生活呢 上個船試試看就知道 哇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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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